让我们先介绍一下主讲人,你是当代影响家,钱思吴老师。 钱老师,台北市人,生于民国三十九年,国历十二月三日,国历一专影剧科毕业,精通多种命学知识,天资聪明,早在就读高二时,也就是西元一九六八年起,就开始专业命学。 曾先后拜吴俊宁老师学习八字,于勇士老师学习阴阳宅,胡汉清老师学习艺精补卦,李品华老师学习道学。 钱老师历经三十余年的经年,已达荣汇贯通的境界。 为了授业解惑,钱老师曾先后讲授首相学,面相学,八字学,大六人,路遥卦,择日学,阳宅学,阴宅学,和奇门钻甲等科目,并批人密造万分以上造福众人。 洋宅鉴定约三千会以上之多,风水造葬也有万瓶以上。 并是引清方方方复兴的风水,就是钱老师为他造葬的。 钱老师,现任台湾命学研究中心班主任。 全民电台FM89.1天赫,命理透视镜主播。 台北市星象古卦开鱼工会专业顾问,现任锦有报记者及顾问。 钱老师也曾在1986年, 并马来西亚运运月摊八行人古卓宁先生之邀,前往该地讲询一周。 同时,在国内更受青商会、国泰人寿、金光人寿、南山人寿之邀演讲。 大家好,今天呢,我们来研究名片之人数。 我们要从一个人的名片里面,来了解到这一个人,他一生的吉凶祸福。 我们手上呢,拿到这么多名片,拿到这么多名片。 我们如何从他的名片里面,了解到他的幸福与否。 这个朋友,你可不可以交往,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,是善人还是恶人。 你跟他有没有什么缘分。 所以,第一章,一,人与人之的认识是言,有言才能相识。 人跟人的认识是言分,所以当他把他的名片拿给你的时候, 这一秒钟,你已经确定他的言分存在。 这个人会不会帮助你的事业,或是他将要影响你的事业, 甚至于他要陷害你的事业等等,就在这一刹那,这一刹那的机缘里面, 这一刹那的机缘里面就出现了。 所以,古人讲了一句话,古人说,同坐一条船,要有五百年的缘分。 就是说,我们要坐一条船,到对面的岸上,或是大家同坐一部公共汽车。 在短短的这个三十分钟里面,彼此之间就有五百年的缘分存在。 同坐一条船,有五百年的缘分。 所以呢,这个人,他把这个名片交给你的时候, 你们之间彼此已经可能有六百年的缘分了。 六百年的缘分。 所以,初见面就叫做鸡眼。 鸡眼成熟才会相似。 一座这么多人,有五十亿人口。 五十亿人口,我们出生在短短的几十函数里面。 根本你所碰到的人,你能够碰到的人, 你能够写出他名字的人,到底有多少。 我想各位呢,可能不会超出一千、两千、三千。 所以,我们实在呢,要有相当的缘分。 各位,你把每一个给你一张名片的人, 你都帮他当作一个朋友, 你这一生又能够收到多少名片。 所以,鸡眼成熟才会交互名片。 所以,我们一位成功的人, 就是从他的名字里面, 你就要了解到他这张名片对你产生的作用。 第三,鸡眼与今日的甲子有关。 今天,你会跟他相似,就是今天的日子与接触的人有关。 所以,你今天会认识到林先生、王先生、钟先生、刘先生。 他一定要跟今天的日子不谋而合, 才是鸡眼成熟。 好,比翼,今天是甲子日。 这个日子怎么看呢? 各位,你手上只要有一个日历。 你有一份日历的话, 在日历的这个上面, 在日历的这个上面就有一个日期。 所以,今天是10月24号,丁四日,日期在这里。 或是,你有一本通书, 你有一本通书,你就可以打开今天的日子是适于什么。 或是,你有一本农民历, 你有一本农民历, 你就可以牢记今天的日子是什么, 在这农民历里面。 所以,这一个甘之, 是来自今天六十甲子的日子。 今天是甲子日, 这个甲就代表我, 甲就代表我, 直就是代表对方, 认识的朋友。 今天是乙丑日, 乙就是代表我, 丑就是代表对方。 今天是丙银日, 丙就是代表我, 银就是代表对方。 今天是丁卯日, 丁就是代表我, 毛就是代表对方, 代表对方。 所以,今天是甲子日, 丁就是老鼠。 今天我们无意中认识的一个朋友, 他是属老鼠的, 你心里要想, 今天实在是天机巧合。 今天是乙丑日, 你认识一个是属牛的朋友, 你知道他是属牛, 那今天是一种巧合。 这个朋友, 他可能对你一生中, 具有很大很大的帮助, 很大很大的帮助, 所以, 我现在要从生肖里面, 来跟各位谈一谈, 从生肖里面, 来谈一谈, 你跟这个朋友有没有缘分。 现在我们已经要进入名片之心术, 从名片里面就可以了解到他, 了解他的结果。 我们现在来将各位报告一下, 因为我们一个人的来源, 来自鸡, 鸡言就是才会会合。 所以, 第四个题目, 今天今时你要认识什么生肖的人, 今天的日子是属于什么生肖的日子, 你要认识什么生肖的人, 才表示吻合, 吻合。 所以我们看日历, 我或是看这个农民历, 你知道今天的日子, 我们每天早上起床, 一定要先了解今天是什么日子, 我们才能去出门办事情。 今天是甲子日, 你认识的属老鼠的人, 表示今天的日子, 跟属老鼠的人有互合。 这个朋友你可以把它留下来。 今天这个日子, 是遗丑日, 你认识属牛的人。 今天是丙颖日, 是认识属虎的人。 今天是丁卯日, 是属兔的人。 今天是雾城日, 是属龙的人。 今天是几世日, 是属蛇的人。 今天是耕武日, 是属马的人。 今天是卫日, 是属羊的人。 今天是生日, 是属猴的人。 今天是鸡日, 是属游日, 是属鸡的人。 今天是狗日, 蓄日, 是属狗的人。 今天是亥日, 是属猪的人。 这一些各位, 你都要去认识他。 今天是什么日子, 应该认识什么生肖的人, 才表示混合。 啊, 混合。 好, 假如你今天的日子, 你忘掉了, 不过没有关系。 今时, 现在的时间, 你要认识什么样生肖的人。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, 啊, 八点整。 所以, 我们, 八点整就是, 十九点到二十一点。 这个时程, 你能够认识到属狗的人, 也表示非常混合, 非常混合。 好, 所以你在早上, 零点到一点, 你认识属老鼠的人, 表示混合。 早上, 一点到三点, 属牛的人, 是混合。 三点到五点, 认识属虎的人, 是混合。 五点到七点, 认识属兔的人, 是混合。 七点到九点, 认识属龙的人, 是混合。 早上九点到十一点, 认识属蛇的人, 是混合。 早上十一点到, 中午的一点, 是属马的人, 混合。 早上十三点, 下午三点到五点的, 啊, 就是, 下午一点到三点的, 十三点到十五点的, 属羊的人, 是混合。 十五点到, 十七点认识属猴的, 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, 认识的, 属猴的是混合。 下午五点到七点, 认识属鸡的人, 是混合。 那七点到九点, 认识属狗的, 晚上九点到十一点, 是认识属鸡的, 啊, 这样的话, 当他, 把这个名片, 递给你的时候, 你要有这一个观念, 就是今天的日子, 跟什么生肖的人, 产生, 什么样的相克, 什么样的相生。 这个探讨是从生肖, 从这个生肖里面, 去研究的。 因为生肖就代表它的磁场, 啊, 属马的人跟属羊的人结婚很好, 为什么会很好呢? 因为属羊的人跟属马的人, 他所发生的磁场, 他们两个人是六合。 因为我们一个人, 就是一个电池, 太阳是一个大的充电器, 他太阳每天照着你, 帮你充电, 啊, 所以我们早上起床来运动呢, 最好, 因为那个时候的电呢, 来充的是最充足。 那人与人的相处, 就是两个电池的接触, 这两个电池的频率, 有没有混合。 假如这两个电池的频率, 有混合的话, 叫做工薪相生。 工薪相生的话呢, 这个人就有缘分, 将来在事业上, 就有很大的协助, 帮助, 或因为他而成功, 但不混合也会因为他而失败。 所以各位, 生肖就是一个磁场, 就是一个人, 我身上发出的, 比如说我是属老虎的, 那我身上就发出老虎的磁场, 他是属牛的, 他身上就发出属牛的磁场, 他是属狗的, 他身上就发出属狗的磁场, 所以这一些关系, 都要列入一个考虑。 好, 现在是从生肖的角度来看, 接下来我们要从性的角度来看, 我们要来告诉各位第五条, 今天你要认识什么性事的人, 在木的日子里面, 你就是要认识木性的人, 在金的日子里面, 你就要认识金性的人, 在火的日子里面, 你要认识火性的人, 在土的日子里面, 你要认识土性的人, 这样子才是一种自然现象, 这样子表示一个天意, 你们的缘分已经到手, 所以甲乙银毛木, 甲乙银毛木日, 看通书, 今天是甲子日, 或是乙丑日, 或是丙银日, 或丁卯日, 甲乙银毛木的日子, 你要认识的是木性的人, 宋礼林, 喝流洋, 晨夜, 这样的话表示互合, 丙丁寺无火的日子, 你要认识朱夏丁锦义, 义就是日夜, 朱先生夏先生朱虹夏天, 这些, 不挤程序从未土的日子, 你应该认识王高张庄秋时, 这些都是土性的人, 更新生油精的日子, 你要认识金钱中柳的人, 认魁亥子水的日子, 你要认识湾滩油的人, 这就是说, 你在什么日子里面, 你要认识什么性的人, 这是用日子来了解, 还有一个更高明的方法, 就是说, 你去给人家算个八字, 算个命, 这个算命先生说, 你的八字欠墓, 好, 欠墓的话呢, 你就交到, 这个宋礼林, 柯流, 有墓字旁的人, 他的名字是有墓姓的人, 那这个就是你的贵人, 好, 你的八字欠金, 你就认识金钱中柳, 金先生前先生, 中先生, 李游先生的人, 切水, 光滩滩油的性, 切活, 朱孝, 丁锦翼的性, 这些是你八字所切的, 你八字所切的话, 你要去认识这些人, 那这些人用在什么地方呢, 比如说用在医生, 你有一个病, 这个病呢, 不容易治好, 你就去找这个性的医生, 帮你医病, 那你的病呢, 就恰到好处, 或是你患了官符, 跟人家打官司, 你就, 去请教这方面的律师, 或是说, 你有某一方面的需要, 不要你要出国去旅行, 你就找到这个, 有水字旁的, 这个旅行社, 来帮你办, 你八日七要木, 你就去找一个木字旁的, 比如说这个旅行社, 叫做森林旅行社, 你就是照木字旁的去找, 那你这次旅行一定会很愉快, 就是说你了解你八字所缺的, 那你去认识到这种相, 相生的朋友, 就有相当大的帮助, 就有相当的霸智, 所以这个部分呢, 要配合你的八字, 还有这个部分呢, 要认识今天的日子, 所以你今天在这个时辰, 认识到什么姓的人, 对你有相当大的帮助, 帮助, 好, 接下来我们开始要来探讨, 这个名片, 名片的, 当我们接到这个人的名片以后, 我们如何打亮这一个人, 打亮这一个人的重点, 从名片的各种角度来看, 要开始来进入一个状况了, 第六, 从名片的颜色来看, 金是白色, 木是绿色, 水是蓝色, 火是红色, 土是黄色, 所以宜宙之中, 环是属乙, 金的就是白色, 所以, 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名片, 它是白金, 它白色的名片, 那我们就要这个名片, 它是五行是属金, 那这个金呢, 对你的命中, 是喜用什么颜色, 不要放弃这一个鸡眼, 比如说你的命中就是要白色, 结果他这个人的名片一伸出来, 就是淺白的, 除了黑字以外, 都是白的, 这个朋友, 你这个名片留起来, 因为你跟他有一个鸡眼, 那你的命中需要绿色, 发自切木, 需要绿色, 所以你抽到一个绿色的名片, 那你就要赶快认识这一个人, 你需要水, 你的八字需要水, 你抽到一个蓝色的名片, 蓝色的名片, 那你就要赶快把这个名片留起来, 放在另外一边, 你要去认识这一个人, 因为他今天给你一个很好的鸡眼, 你的八字切木需要红色, 那你就找到一个红色的名片, 你就要赶快把这个名片留起来, 说不定这个朋友就会一个带来好的鸡眼, 或是黄色属土, 所以这个动点, 你要请教命相先生, 了解你要什么样的颜色, 假如你收到有一个红黄, 红黄的颜色, 那就是这个火土, 就是说你八字需要火土的时候, 你收到有这种掺杂的颜色的名片, 你要赶快留起来, 那你需要, 八字需要金水, 你说到一个白色跟蓝色为主体的, 这个名片就是有两项颜色, 就是金水, 所以什么颜色, 红黄就是火土, 蓝, 蓝白就是金水, 这样来判别, 那就是第一个鸡, 先要了解自己, 然后了解别人, 这个是从名片的颜色来触击, 那名片的颜色了解以后, 我们收到这一个人的这个名片以后, 马上接下去, 要用他的名字来入手, 用他的名字, 他的名字是, 是怎么样的名字, 然后这个名字知道以后, 我们马上要掌上起挂, 他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机会, 这个我们都要详细的, 第六, 第七样, 第七样的说明就是, 姓名笔画透视, 姓名笔画透视, 比如说你的八字, 切火, 当你收到这张名片是红色的, 那这张名片你要马上留起来, 因为这种名片可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, 然后呢, 马上把他的姓名, 把他的姓名算算笔画, 姓名算算笔画, 那姓名算算笔画的时候, 怎么算呢, 比如说杜是纯, 杜是鱼漆, 杜是漆化, 所以是金, 一化或两化, 一数的, 十一二十二, 一二或十一十二, 或是二十一二十二都是属木, 三化四化或十三十四化都是属火, 五化六化, 十五十六二十五二十六都是属土, 七化八化十七十八二十七二十八都是属金, 九化零化, 十九化零二十化都是属水, 所以杜是纯, 杜是七化就是金, 十八化也是金, 纯是绿化也是属土, 土, 这个名字中, 一个名字里面, 最最重要的一个字, 就是中间这个字, 中间这个字代表一个人的人格, 人格, 所以这个人有没有人格, 我们就完全以中间这个字来看, 中间这个字来看, 那这个字要怎么看呢, 杏, 杜, 这个杏呢, 就是他的长上, 长辈, 他的长辈, 好, 纯呢, 就是他的晚辈, 跟他部下的关系, 他跟父母的关系, 跟长辈的关系, 这个是他跟他父母的关系, 父母的关系, 子女的关系, 晚辈子女的关系, 父母子女的关系, 金金相比, 土生金, 好, 他跟晚辈的关系, 相很好, 啊, 很好, 所以这个名字的笔画呢, 不能够, 这个字不能刻上面, 也不能刻下面, 啊, 所以, 各位同学对于, 金木随佛土的相生相克, 一定要有一个概念, 像这个, 木刻土, 木刻土呢, 这个人就换上, 比较容易换上, 对长辈, 长官, 比较换上, 木生火, 那他, 生下面, 他就爱下, 爱下, 就是说, 他对于部下呢, 比较偏爱, 比较偏爱, 所以这是第一步, 从名片的笔画来透视, 从名片的笔画来透视, 好, 接下来呢, 我们还有, 另外一种, 仰角, 另外一种角度来看, 这个人, 他, 在一生中, 所必须要, 注意的一个问题, 因为姓名的中间笔画, 上了相当的重要的地位, 因为他要对上面交代, 跟对部下交代, 所以我们这里面有几个重点呢, 要再来讲第八条, 人格字的暗示, 整个名片里面, 整个名片里面, 最最重要的一个字, 就是中间这个字, 中间这个字, 代表一个人, 一生人格的发展, 所以这个字的意义, 这个字的分析, 这个字的内涵, 各位, 一定要把焦点, 放到这个角度里面去, 根据多年的研究呢, 一个非常非常, 却实际的方法, 各位, 你可以从这个字里面, 你可以知道这个朋友, 按照古人四维八德,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, 这八个字, 来探讨它中间这个字的笔画, 比如说, 歌影仪, 影字22话, 影字是22话, 22话的话, 我们按照这个字来算,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, 123456789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, 算到22的地方是义字, 好, 这个义字的时候, 你交这个朋友的时候, 你跟这个人做朋友的时候, 你就要试之他, 这个人, 在做朋友方面, 讲不讲道义, 他有没有跟他人格制的发展配合, 假如这个朋友, 就是你需要的名片的颜色, 好, 他中间的这个字是义, 你跟他在交往的时候, 你注意他, 这个人, 他有讲到义字, 那你就可以跟他做朋友, 这个就是你真正的朋友, 假如这个人, 他的名片虽然是白色, 虽然是你需要的颜色, 义字, 他没有讲到义字, 根本, 你需要, 打个大的问号, 因为还没有深入, 还没有深入, 谢金言先生的这个金子, 十八话, 平, 平字的话, 这个人也没有心平气和, 这个人脾气很大, 这个人根本都不是你的朋友, 这个人心平气和, 做什么事情都很慢慢来, 很平静, 这个朋友你值得交往, 马胜中, 信子, 二十一话, 信子, 你跟这个朋友交往的时候, 要研究这个人, 朋友做事情, 有没有讲信用, 一次, 两次, 三次的尝试, 每一个人, 我们给他三次的机会, 好, 假如有, 讲到信子, 跟他做朋友, 留乃言, 孝子, 二话孝子, 这个人, 他对父母有没有孝顺, 古人说, 忠诚出于孝门之子, 所以, 他这个人有孝顺, 跟他交往, 他对六亲都不顾, 这个朋友没有什么意思, 书后有, 九话, 宗子, 这个人有没有尽忠, 没有尽忠, 根本也不值得什么, 列入考虑, 所以, 我有一个长辈, 他给我讲一句话, 他说, 你交朋友的时候, 你就听他讲, 讲话的内容, 这个人, 朋友他的内容里面, 有没有, 忠孝仁爱, 信义和平的话语, 有, 这个朋友, 你跟他交往, 这个朋友, 讲话里面, 没有什么, 忠孝仁爱的内容, 那这个朋友呢, 也不一定太重要, 所以, 我们从这个道理里面, 找出他的人格, 他的人格里面, 有没有这个暗示, 有的话, 这个朋友跟他探讨, 因为你需要白色, 而他又有配合他的中间的这个人格在发展, 这个朋友值得交往, 跟你有言, 否则的话呢, 可能你交一辈子的, 也没有这个必要, 也没有这个必要, 以上是说, 从人格制的暗示, 好, 还有, 讲第九样, 名片前显之暗示, 一个名片的前显, 一个名片的这个前显, 在这个前面, 这个地方, 所有这个左上角的这一格, 左上角这一格的字, 对我们这家公司, 他的营运方法很有关系, 所以这个都是天机暗场, 会把这些字设计在这个名片的左上角, 这一个都是天机所暗场的, 所以我们在拿到名片的时候, 对方的这个名片的时候, 我们就要算, 要算, 怎么算呢, 根据八字节, 九色财气, 鸟乙花香, 人生啊, 就是在九色财气跟鸟乙花香, 这个混斗里面来过日子, 所以我们拿到这个名片以后, 他的这个前显是, 太乙股混有限公司, 太乙股混有限公司, 那个酒色财气, 这个太乙股混有限公司是算到箱子, 箱子的话, 我们到这个公司里面去, 我们就要看看他, 这个公司有没有做到这个箱子的意义, 比如说他有没有, 箱的话, 包括花箱, 佛的箱, 这个公司有没有安个神卫, 土地公, 暗中保佑, 花香, 这个公司, 他对这个花方面的布置怎么样, 所以, 九色财气, 鸟乙花香, 第二, 金像工程有限公司, 台北营业处, 他这里面所有的字, 这个框框里面, 所有的字都要列入, 这个算法, 好, 酒色财气, 鸟乙花香, 酒色财气, 鸟, 鸟, 这个鸟呢, 不一定说他公司要养个鸟, 这个, 说不定他家没有养鸟, 他对鸟就是飞行, 他会奔腾的工夫, 比如说这个公司, 做事情的人是不是很勤快, 或鸟飞, 这个公司的业务, 有没有发展到国外去, 鸟的智慧, 这个公司的人, 对于这个动物的看法怎么样, 你要列入这个的考虑, 好, 银, 香港南红企业有限, 国外有限公司, 酒色财气, 鸟乙花香, 酒色, 这个色, 这个色并不一定讲说这个人好色不好色, 而是说, 这个人对颜色方面的看法, 对于色, 宇宙之间, 色物的看法, 他持有什么样的态度, 这些都是我们在拿到这张名片, 以后我们必须把这个眼光放在这几个焦点上, 你马上把这个名片放在这几个焦点上, 说不定你就很快的可以认为这个人是可不可以交往, 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做, 所以整个名片里面他就是有用神, 我们算命里面讲的叫做用神, 所以我们在前选找一个用神, 名字的中间找个用神, 商标, Mark, 他假如公司有Mark的时候, 也要找出一个用神, 现在我们来谈这个商标的用神, 第十个名片商标的触击, 整个名片的一个重心, 整个名片的一个重心就在一个Mark, 因为一个Mark, 它代表整个名片的精华所在, 所以有Mark的名片, 在国外的话呢, 是认为比较有所价值, 这个名片有Mark的话呢, 在外国人的眼光能味, 这个名片相当有所价值, 所以, 有Mark的名片, 它的用神就在一个, 名片的Mark上, 这个名片里面, 它本身也有一个八卦, 环式有四方形的都有一个八卦,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片, 画成一个八卦, 这个名片是, 这样画出一个八卦, 好, 这里是, 前卦, 弹卦, 耿卦, 迅卦, 正卦, 迅卦, 离卦, 吭卦, 对卦, 前卦代表父亲, 弹卦代表中男, 第二个儿子, 耿卦代表小儿子, 正卦代表大儿子, 迅卦代表大女儿, 离卦代表二女儿, 坤卦代表老母亲, 对卦代表, 代表少女, 这是一个八卦, 整个八卦的, 迅卦, 就是大女儿, 这个迅卦, 这个角落, 在我们手掌里面, 就是在这个角落, 在食指下方的这一块肉, 这块肉呢, 在看首相来讲呢, 是看财博宫, 你今天早上起床一看, 这个地方气色花亮, 那你今天财运很好, 那我们整个面向来看呢, 这个财博宫就在鼻子这里, 早上起床的时候, 你看到这个地方很花亮, 还没有洗脸以前, 你发现这个花亮, 那你今天财运很好, 所以你走路的时候要低着头走, 说不定会捡到钞票, 所以, 这个都是财之用神, 所以同理得证, 商标的位置, 居财博宫的位置, 商标的迅卦, 东南角, 一个房子的东南角落, 就是财博位, 所以整个名片, 整个名片的mark, 正好设计在东南角, 就是暗示有财的意味存在, 所以各位对这个名片的图形, 各位要去探讨, 相当重要, 所以一个名片, 一个好的名片, 一定要设计一个mark, 像各位了解这个狮子会的名片, 它都有一个狮子做代表, 所以咬着这个财, 它两个头, 所以那个狮子会为什么, 都是有比较有钱的人参加, 因为它位积财博宫, 又设计一个狮子的图片, 狮子咬的这个图片, 所以咬这个商标来讲, 就发现到它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, 像这个商标, 它画在一个箭头, 表示每天在周转, 所以你看到这个名片, 你就知道它一定在周转, 好, 商标的位置, 位积财博宫的位置, 所以这个商标的颜色图形, 从名片本身的图案去领悟, 这个图形的设计, 暗示了整个财位, 所以你看到这个财位, 你就要了解这个人的经济状况, 好比我们看这个人的鼻子的这个地方, 花量这个经济状况好, 鼻子大的人就是有财富, 这个地方花量自己的经济状况好, 因此, 名片图案一视角的关系, 因为它既定这个财博宫, 所以它这个角落的最后一个字, 跟这个角落最后一个字, 跟它的关系代表什么, 一定有密切的关系, 所以各位去探讨, 去比较, 去分析, 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端倪, 一定可以找到端倪, 所以这个名片拿来以后, 我们要从这几个阳角, 今天的日子, 可以交到什么样的朋友, 什么样的生肖, 什么样的姓氏, 然后它的中间的字是代表忠孝仁爱, 心意和平的哪一个字, 前嫌代表酒色财气的哪一个字, 它的mark代表它整个公司运转财运的一个字, 所以整个名片的设计的好坏, 你去体悟, 一定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当大官的, 或是花大财的, 或是说, 这个名片这个公司根本都已经有危机了, 各位一定可以从这个地方找到一些答案, 所以我们这个叫名片之心术, 我们讲这个名片之心术最精彩的一段, 这个最精彩的一段就是要掏开这个名片的这个范围内, 名片的范围内, 用手掌来算, 就是说当你接到这个人的名片的时候, 你马上可以算出这个人, 他跟你的居心是怎么样, 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很无奈的场合里面, 你收到一张名片, 那这个名片里面, 你手一算, 你就知道这个人, 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, 好, 这个叫做六任一掌金, 六任这个学问在中国来讲, 是一个非常应验的这个战铺术, 陈老师本身也有做六任的录影带, 我对六任也有相当的研究, 所以我们根据六任一掌金来推算, 首先说明, 食指的下方, 食指下方这一格叫做贵财人, 财人, 这个财人的意思说这个人是有财气的人, 有钱的人, 对财方面比较敏感, 财人, 因为这个青龙心在这里, 青龙心, 六任的青龙心在这里, 这个食指的上面这个叫做义人, 义人就是这个人很讲义气, 很讲信义, 算到这一格是义人, 这一格是小人, 食指上面是小人, 因为这个是丙武朱怯换口舌, 这个人是庸人, 庸人就是平庸的人, 没有什么作为, 也没有什么庸庸碌碌的一个人, 因为这个地方是坤卦, 庸人, 那这个人是道人, 道人就是说专门吃人家的, 坑人家的, 你一算到这个时, 交到这个朋友的话, 就是吃人家坑人家的, 这个是贵人, 贵人这个朋友是你的贵人, 所以你可以跟他交往, 你可以跟他交往, 所以当我们, 收到一个人的名片的时候, 各位赶快把, 说不定你在当场算不方便, 所以你赶快把当时的时间, 78年10月24号, 这个要隆利, 一定要隆利来算, 隆利呢, 是这个几月几号, 现在是晚上的10点, 10点半, 10点半就害死, 这样马上把它登记下来, 登记下来以后, 回家慢慢算, 你在名片上做一个记录, 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可以交往, 这名片资新术最精华的所在, 企华由财人企业, 财人这一格, 来企业份, 顺行, 顺业, 逆日, 顺到业再逆日, 再顺时就可以知道, 比7月15号生时, 生的, 7月财人, 1234567财, 15号逆15格, 12345678910, 1112131415道人这里, 生时直愁银卯成是无畏生, 是财人, 这个方向是顺, 各位, 这个方向是顺, 这个方向是逆, 这个方向是逆, 9月8号, 50, 123456789, 小人, 12345678, 这个朋友跟他交往是贵人, 是贵人, 这个朋友跟他交往是贵人, 可以交往, 好, 尊业初六有时, 尊业初六有时, 123正业, 初六123456, 由始直愁银卯成是无畏生有财人, 好的, 下一边, 正业, 正业在这里, 初六123456, 一人, 直愁银卯成是无畏生有道人, 所以各位根据这个方法来算, 假如你同时收到三张名片, 你同时收到三张名片怎么办, 那这个就是说, 比如说第一张名片是财人, 你算到的是财人, 同时收到第二张名片的人, 你要赶快做个记号, 第二张要顺三格, 123, 这是小人, 第三张要顺三格, 123, 这个是道人, 就是说, 顺三格, 顺三格, 假如说你现在在现在, 你现在这个时间同时收到第三张名片, 你第一张你把它写个1, 第二张把它写个2, 第三张写个3, 第一张算到的在顺三格, 就是第二张的人, 第二张的人在顺三格, 第三张, 四张的话在顺三格被第四张的人, 就是这样子来, 名片的这个排列次序, 好, 了解这个方法的话呢, 相信各位, 对于这个名片的应用呢, 可以发挥到楼梨尽致, 这个人,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, 可不可以跟他交往, 你按照我们这个11个方法呢, 来做一个说明的话, 一定能恰到好处, 讲到这里呢, 我们这个名片的部分, 名片的部分呢, 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说明, 但是呢, 靠名片来认识一个对方, 到底所认识的还是有限, 所以我们必须应用, 面向来辅助名片的得失, 我们拿着他的名片, 看着他的脸, 就可以知道, 所以以下十点, 都是田老师研究命学, 十多年的这个学问的浓缩, 以上的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, 竹竿一插下去, 影子就跑出来, 所以我们台湾命学中心, 也制作出面向的录影带, 也在过去制作面向的录音带, 还有面向书籍的这个花表, 所以各位呢, 想要在深入的研究的话呢, 不妨来购买我们台湾命学中心出版的面向录影带, 非常的精华, 也有首相的录影带, 这些都是一张非常宝贵的知识, 现在我们来看, 第一个, 面向看财气, 面向看财气最简单的方法, 就是看这个叫准头, 这一点叫准头, 这个地方花量, 这个人的气色, 最近的财运很好, 这个地方很乌黑, 再加上这两个地方也很乌黑, 这叫做火烧三堂, 最近这个人将要破财, 我这个效果立竿见影的, 直接看到这里就可以知道, 首相的话就看这块肌肉, 就是可以看财气, 好, 第二, 面向看官映, 整个面向的官映就在这个二头, 这个二头在面向斜叫做官露宫, 所以这个地方花量的人, 官映亨通, 这个地方乌黑的人, 官映不亨通, 而且可能换口舌, 而且可能换口舌打官司, 降级等等, 所以官映只要看这块肉, 整个就跑出来了, 面向看家映, 面向看一个人的家映, 就是从他的眼睛来看, 看他的眼睛, 看看他整个鼻子, 整个鼻子的气色不好, 再加上眼睛没有神, 那这个人可能要卖房子, 家映不好, 家映不好, 所以整个家映就看两眼跟一鼻, 两眼一鼻的精神来看, 就可以看得清楚, 好, 面向看权威, 我们面向有两个骨头, 这个两个骨头叫做冠骨, 冠骨呢, 就是看权威, 所以这个骨高的人, 高的人就是有权威, 低的人就是权威比较弱一点, 所以要看权威就看这两个骨头, 叫面向看权威, 这两个骨头气色很花亮, 最近长全升官, 面向看桃花, 不, 面向看桃花, 这个人换桃花的时候, 也是要看眼睛, 他的眼睛好像喝醉酒的样子, 醉眼, 醉眼就是桃花眼, 所以你看他这个人的眼睛好像喝醉酒, 没有喝酒好像喝醉酒, 那这个人, 不管是男的或你的, 他也都换桃花, 这第一个, 第二个看这嘴唇, 下唇, 下唇这个地方, 有很多很多的树文, 非常多的树文, 密密麻麻的树文, 那这个也是最近换桃花, 面向看眼形, 眼形包括出国, 调动, 这个叫翼马胃, 翼马就是在这两个地方, 这两块肉, 这叫翼马, 翼马扶葬组眼形, 这个地方有一条金跑出来, 有一条金跑出来, 这个就是眼形, 这个人, 这个地方葬起来, 花量, 或是有一条金跑出来, 表示这个人, 最近要眼形出国, 面向看健康, 整个健康的问题, 就在这里, 鼻子跟两关, 这个横格面, 这个面里面, 气色花量健康好, 气色乌黑健康不好, 面向看妻妾, 妻妾就是太太, 这叫翼尾纹, 眼睛下面这个地方的纹路, 叫做乙尾纹, 这个地方的气色不好, 皱纹很多, 表示太太感情不好, 太太跟人家私奔, 先生跟人家跑了, 就是在这个乙尾纹, 这个地方看, 这块的肉, 气色, 纹路, 面向看父母, 父母好不好, 最近父母有没有问题, 在眉毛的上方, 眉毛中间的上方, 大概在一寸的地方, 这两个地方叫日夜角, 这两个地方的气色, 好坏就可以看到父母的好坏, 面向看子女, 子女就是在内堂, 这个地方内堂, 这个地方气色不好, 或是有皱纹, 表示子女有伤害, 所以以上呢, 所讲的这些都是, 非常恶药, 非常简单, 当我们拿到她的名片之后, 当我们拿到她的名片之后, 往头上一看, 这几个工位一看, 最重要的就是财运, 观应, 权威, 桃花, 健康, 妻妾, 这几点掌握一下, 大概都可以很舒服, 我们来做一个名片, 名片号码, 号码, 同一编号, 电话号码的一个说明, 作为名片之人数的压轴, 名片看号码, 包括电话号码, 传真号码, 统一编号的号码, 有这么多号码, 算法, 将号码全部相加除以八, 为什么要除以八, 八代表八卦, 再看一数计之, 将你的电话号码, 比如说, 9510365, 9加5加1加0加3加6加5, 得29, 除以8, 同一编号, 22659817, 2加2加6加5加5加9加1加7加8加1加7, 32除以8得3, 用这种方法, 然后按照修身伤度锦始经开, 修身伤度锦始经开, 就是奇门遁甲, 奇门遁甲所用的修身伤度锦始经开, 修就是贵, 一一就是贵, 身就是财, 这个号码有财运, 伤就是伤害, 这个号码容易伤害自己, 也容易伤害到别人, 度呢, 就是阴, 度门谢客隐藏起来, 阴, 有前景, 这个电话号码有前景, 10, 那这个电话号码是绝对不能用了, 10, 已经没有希望了, 金, 受金, 这个电话号码有危机, 开, 开就是发, 所以号码得到一一贵, 一二, 一二是财, 一五是井, 一八整数是发, 所以八除的进的号码是最好, 八除的进的号码是最好, 所以我们要背的话是修身伤度锦始经开, 那你了解旁边这个贵财商饮锦始经花, 这个就是根据这边来的, 好, 这个号码, 9510365, 就是29除以85, 五井, 表示这个电话号码有前景, 前途无量, 井, 井向很好, 井观很好, 同一编号, 2265919817, 这个32除八, 桑桑, 桑桑表示这个电话号码, 这个同一编号, 容易伤害别人, 或是伤害到自己, 这个就是关于讲到, 用这个号码来算, 所以各位呢, 将来你要选择你的电话号码, 或是选择客人的电话号码, 从这个号码一算, 你就知道说, 你打这个电话出去, 你会见到贵人, 这个我们可以算他的号码以后, 我们认为说, 我们这个号码打给他, 会在这个八个里面, 产生哪一样的感应, 哪一样的感应, 好, 今天呢, 非常的高兴, 能够跟各位, 谈谈这个名片的, 这个知心术, 全部的录影带呢, 一个小时的带子呢, 我们做一个结束, 希望呢, 这一件录影带, 能够带给各位的收获, 不管怎么样, 总有一个启发, 启发你对这个名片的注意, 每一张名片的注意, 因为, 一张名片可能就是一笔财富, 所以, 你看到我们这个录影带以后, 你就会去注意, 去了解, 然后把好的名片留下来, 那跟这些朋友都做交往, 都做交往, 那随时观察, 官人以为, 再配合面向学, 首相学, 战铺学的智慧呢, 一定能够使你的事业, 发挥到楼梨尽致, 成功大发财, 好, 钱老师呢, 最简面向, 名片, 名片之人数的这个录影带呢, 全部的课程讲到这里, 希望各位有所收获, 有机会呢, 欢迎常到台湾密学中心来, 以钱老师联络, 保持联络, 好, 钱老师自成的, 感谢各位的购买, 谢谢, 再见, 我们下期再见, 然后,